新北市五谷区的一号越堤道承载辽桥 因为道路弯道幅度很大 机车骑视安全是大受影响 地方民众都希望路灯能够内缩再移开 改铺成路面 把双黄线进行改善调整 把过弯的幅度缩小 才能够让行车更安全 位在五谷一号越堤道承载辽旧桥这里 可以看到道路弯道相当弯 转角近90度 对向通往书洪北路的来车 几乎都会跨越到双黄线上 对往卢州巴黎的机车骑视安全受到影响 因此向离掌反应 希望能够进行改善 陈子辽旧桥 就是我们凌云路过了一号越堤道 要往书洪道这边 那这一边呢 这个路段因为它的转角 它的弯度比较弯 是几乎快90度了 所以我们这边的机车骑视呢 是希望建议 他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弧度稍微的 做一个调整 陈次分立章指出弯道旁路灯处上有空间 若将路灯内缩移开铺成路面 并将双黄线调整 可使过弯幅度缩小 有力行车安全 因为这边重型车辆蛮多的 货车很多 对我们的机车骑视来说呢 它的安全性比较低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弧度 在减少它这个弯度的弧度角度之后呢 可以对我们机车骑视的安全有所保障 陈次分表示将会请市议员蔡淑军协助办理会刊 安排相关单位进行协调可行性 和早日改善降低歧视风险 有效改善当地交通问题 记者胡萱五谷采访报道